人家电视上面讲的天堂天堂 这个地方真是很高的 而且到处很整齐的你看 上来也没这样子 桥林这么张 你看这里墙都黑乎乎的 这个木板都黑乎乎 卫生间没有 底下脏死了 臭死了 花了我们父亲 花了这么多钱 十几万人民币 拿钱买醉兽 国内走的时候好多人 那个时候我还瞧不起他们 但我还以为他们嫉妒我出来 前妙还喊着东京是天堂 夏妙便哀叹着来日本是花钱买醉兽 26岁的韩松来自江苏延城的一个干部家庭 此次他怀着一腔热血 告别了妻子和未满周岁的儿子 来到了东京留学深造 作为官恶代的他从小过着优越的生活 在当地也算是人人仰慕的公子哥 但来到经济更为发达的日本 他充其量只能算个贫下中能 就拿他的住处来说 一间仅无9平米且不带卫生间的破旧阁楼 每月便有人民币1800块的租金 要知道当时在国内一个普通公认的工资才有三四百 1800已经够一个大学生两年的学费了 在东京才落下脚 他便借老师的电话给父母妻子报了平安 高昂的国际长途费用使得他不得不掐着苗表 将一肚子的话缩减在三分钟以内 他也非常轻松的语气告诉家人 这里的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有煤气冰箱和小壁厨 条件很好也很卫生 而他所说的这一切 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然书里不书面 第二天一大早 韩松便穿着时尚的西装 花500日元在高端咖啡店吃了一顿早餐 其举止言语间颇有一股流洋精英的味道 如果自己稍微在日本的生活 总而来对我来讲还是比较suitful 也就是刚才也就是比较适应的习惯吃的 但是我要自己要奋斗一点 来日本前韩松 曾发下重视 考不上名牌大学 绝对不回国见江东父老 但他没有一点日语基础 必须先在语言学校学习两年 才可能考入正规院校 在入学测试中 他联盟带才考了8分 只能上最差的班级 数月未免的他 渐渐体会到了现实和理想之间 还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而这所语言学校的学费 每年高达4万人民币 且东京物价高昂 一把青菜折合人民币30澳块钱 是国内的64倍 同样的重量蔬菜比鸡肉豪贵 在这里一天的花费 就相当于国内一个月的工资 所以才到日本一个月 韩松的钱便基本花完了 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 韩松脱下西装 学着自己买菜做饭 刷锅洗碗 学着像个小女人一样 精打细算的过日子 一把青菜折合人民币 三十二块钱 难怪人家多假 一个留学生回到他的爱人 我们要靠了他一下 对那个老母亲 没有那个丈夫 见老母亲 在摊眼泪 摊什么眼泪呢 他表面上他没和他爱人讲 就说一声 你对我太好了 还是自己家的贴子好 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老母亲的大腿 在日本的价格 它是最低的 只有吃老母亲 猪肉牛肉不敢想 同样重量的素材 要比老母亲还贵 你说吃什么 哪来得劲 随后韩松近日介绍 在家食品厂找到了工作 和大多社畜一样 他每天不是忙着学习工作 就是忙着工作学习 生活就像机器一样 不停地运转着 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 此后他不告而别 中断了和拍摄组的联系 在消失的半年里 所有人都以为 这个韩家大少 早已哭着打包回国了 一直到1997年2月 拍摄组终于联系上了韩松 原来半年来 他搬到了一家 更加便宜狭小的阁楼里 多着默默地发奋努力 为了维持生活开支 和攒足上大学的学费 他一边上学一边工作 每个周末好到饭店兼职洗碗 从早上9点 就要一直干到晚上9点 中间没有任何的休息 就连午饭都不准吃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把这辈子的碗都给刷完了 半年下来 韩松瘦了整整30斤 头发是一把一把的掉 晚上9点 又累又饿的韩松 终于吃上了今天的第一口饭 他卖命般的勤劳 并没有换来老板的嘉奖 盘里的那些菜肴 全是客人留下来的残根剩菜 尽管如此韩松还是稀里哗啦的 扫了两大碗 此时的他人只吃了个半饱 但望着空空如也的盘子 他便咬了半碗 拌着剩下的油光和酱油 吃了起来 看着他吃饭的样子 也会觉得很苦 但也很香 如今再也不需要 谁来向他讲什么历历皆辛苦 就是叫他胜 他也舍不得胜 而面对艰苦的生活 韩松依旧不改本色 人是那么的乐观和幽默 而对于留学生们来说 在日本活下来只是第一关 要考上理想中的大学 还需要通过日语能力的考试 以及笔试和面试 且每次考试都只有一次机会 如今距离考试的时间只剩下了四个月 韩松在老师的推荐下 将明治大学商学部填报为第一志愿 但要进入这组世界名校 日语一级能力的考试 至少需要达到320分 虽然韩松已在日语学校学习了一年半 但最曾经只能考8分的他来说 这人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而望着妻子的来信和儿子的照片 他默默地拿起了日语单词课本 像个神经病一样 不停地死记硬背 10遍不行那就20遍30遍 这场日语考试的满分是400分 必须熟记5000条以上的词汇 而韩松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准备拿下一万条 1997年12月韩松在等待日语考试成绩公布的日子里 又迎来了另外一场至关重要的考验 明知大学的比试 领考前30分钟韩松到达了校园 为了把握好时间 他足足带了两块表 伴着广播里的通知 他带着一种期待而有忐忑的复杂心情走进了考场里 两周后 韩松收到了明知大学的来信 小心翼翼的拆开后 何哥两个字一下就射进了他的眼睛里 虽然这里理想还有一步之遥 但至少对得起他这两年来所有吃过的苦 与此同时日语一级能力考试的何哥通知书也寄到了 韩松取得了335分的优秀成绩 一年前韩松从垃圾堆里捡来了一台电视 但一直没有时间看 如今他终于舍得打开看看新闻 在这片刻的闲暇中 小屋很暖 杂屋很美 他的笑容是那么的真 那么的甜 那是一种来时荆棘满步 回望时却会心一笑的喜悦 在下着小雪的灯末 韩松迎来了明知大学醉口的面试 早上7点 韩松来到了提前预约好的发廊 精心打理了一番 而来时代的西装仪不符合他现在精瘦的体型 那宽大的腰围和袖口 就像是从表哥家里借来应急的 1998年1月底 韩松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 考入了明知大学 兴奋不已的他立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妻儿 他终究没有辜负家人的期许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辜负自己 曾经少不惊世的他轻狂过浮躁过 但经过苦难的历练 他终于对生活有了更加实际和深刻的认知 其实成功的诀窍便是没有诀窍 能做到坚持务实就足以超过很多人了 而在这部由张力林历史四年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中 还有更多频繁动人的故事 下期我将继续为大家解说 请大家持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